欢迎收看每日焦点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示国防部 在东正教圣诞节期间 与俄乌两军接触线停火的期限界门 莫斯科说 虽然乌克兰拒绝停火的提议 但俄军在期间内维持停火 乌军就在停火的期间内继续实施炮击 乌方反指俄方虽然单方面宣布所谓的停火 但继续用坦克和逼击炮等等的武器 攻击乌方阵地 有质疑俄方停火只是为了部队 争取时间休息和重整装备 1月6日 挪威议员泰布林杰德宣布 提名不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国族2023年 诺贝尔和平长 此次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我们一起跟巴士的布的评论员Anthony聊聊 Anthony你好 大家好 挪威的议员 右翼民粹党 挪威进步党成员 泰布林杰德宣布 他已经提名自己的同胞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国族2023年 诺贝尔的和平长 泰布林杰德在Facebook上面发文就说 他认为斯托尔滕贝格是当之无愧 因为在北约面临挑战的时候 北约的秘书长是做出了揭出的工作 他指的挑战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 他说的野蛮而且无理的襲击 而斯托尔滕贝格的揭出工作是在于既明白 乌克兰的抵抗是相当于欧洲的战斗 又清楚北约是不会积极地参与这一场战斗 随后泰布林杰德就对斯托尔滕贝格赞不绝口 称他是维持了北约的团结 促使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 促进了成员国进一步的国防合作 在他看来斯托尔滕贝格是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键扭带 更加是成员国之中创造了信念感 尽管泰布林杰德对斯托尔滕贝格是极尽赞美 但是他的做法就立即引发起广泛的争议 对于北约秘书长被提名一事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的议员普扎科夫 就在Telegram上面发文嘲讽 表示他说若过斯托尔滕贝格得奖 这样诺贝尔长委员会所残存的信誉 也都将会消失台盡 他说这件事就等于提名了全副武装 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集团 曾经轰炸利比亚 参与美国在阿富汗无优子的战争 他的政策导致了乌克兰危机极端的恶化 还使得北约和俄罗斯 是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这个军事集团的秘书长 将会被宣布为和平的守护者 和世界上主要的和平代表 真奇怪 就在几日之前 斯托尔滕贝格才扬言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通向和平的道路 不单止在俄乌问题上 他善风点火 其实斯托尔滕贝格 还一直不断干涉中国的来政 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 就在去年的夏天 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面 北约首次在战略概念文件里面提及中国 就说中国对北约的价值观 利益和安全造成了挑战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駁斥就说到 这份文件是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鼓动对抗对立 充满了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 中方对此是严重关切 并坚决反对 其实北约才是世界安全稳定的系统性挑战 赵立坚说到北约宣称自身是区域性防御性的组织 但实际上却是不断地突破地域和领域 到处发动战争 杀害无辜的平民 双手是沾满了世界人民的鲜血 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在23年前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罪行 其实泰布林杰德曾经在2018年和2020年 是两度提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但最终特朗普两次军媒当选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Anthony 行政长官李家超上午8时半 到洛马州支線管制站 视察本港和内地首日免检疫通关的情况 并听取海关和入境处人员介绍口岸运作的情况 他又向过境市民了解过关的程序 他对整体的情况感到满意 应用流程顺畅 李家超又表示开放预约过关的日子 暂时全部未爆满 而最受欢迎的日子依次为农历年29、年28、年30 截至今日的凌晨 年29仍然有大约1000个名额可以供预约 最多人选用就是洛马州支線口岸 比例上最受欢迎则为深圳湾口岸 他认为每日5万个陆路过境的名额 的安排符合需求 政府会密切留意通关后口岸每日的情况 并视乎实际运作和深圳市和广东省政府 以及口岸办沟通 专队已经召开首次的会议 李家超说 过往处理水货客的问题 包括左街、交通和秩序等等 有关部门已经有部署并会多加留意 希望将整个的事情管理得很好 并以正面向完全複常推进 重新卓永兴会留意情况发展 并和不同的部门部署整体行动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也说 香港打击水货客行之有效 而现在来往两地的人数并不是太多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香港今天起和内地首阶段免疫通关 可以预期人流、物流会显著改善 将对本港出口、旅游、零售、餐饮业等等 带来更大的支持 他说社会步入復常的阶段 当局已经部署了一浪接一浪的推广工作 全方位说好香港优势 發展局局长林汉浩重申 推展交以州人工岛項目 为香港带来庞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无可置疑 粗略估计相关经济活动带来每年 约2,000亿元的增加值 占本地生产总值约7% 项目发展提供公司型的房屋 优质生活环境和策略性运输基建 并具社会和经济价值 有部分议员和社会有关注 同时推展北部都汇区和交以州的田海 会对政府的财政和社会人力资源带来压力 他说由于研究还未完成 未有条件去作详细 向付款当日估计价格 不过以现时政府有限的资料粗略估计 上以2022年第二季价格计为5,800亿元 期望到明年会有更具体的估算 然后到2025年到立法会寻求工程的撥款 的时候会再进一步的交代 令康浩强调不用全部都依靠公币推展项目 而即使政府投入公币 项目也都会为政府带来土地的收益 并透过采用不同的融资选项 适度运用市场的力量 帮助项目推展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 今早管港和内地首阶段通关的情况大致顺利 通关后局方所举办的青年到内地交流实习 和创业的计划也会逐步展开 麦美娟港计划提出在大湾区城市 成立商创基地召集支持青年创业 和实习的团体成立了联盟 提供一站式的平台和资料 给本地的青少年 在通关之后会尽快组织联盟 并配合青少年的上学时间表 希望在短期内举办不同的交流团 他有期望复偿之后 团队会多内地和外地交流 强调要培养香港青年 认识国家和拥有世界视野 都需要回内地和到海外交流实习 他和团体会尽快举办 和参与有关的活动 警务处署长萧扎宜表示 2019年的事情是从来都没有预料到 认为有很多的事情 包括不同的行动策略 装备上可以做得更好 当时有很多的假新闻、假消息 对事件的影响极大 他曾经和被捕的年轻人谈过 当时他们每日会用4至5小时 看社交媒体 影响很大 并有很多文宣是抹黑政府和警队 因此认为在公关上要多做功夫 萧扎宜又说 三年前的事件 的确是对警队的挑战很大 认为是前所未有 他多谢同事和他的家人 谈及到要对年轻人说些什么 他一度感触说 希望年轻人守法 因为当他们犯法的时候 最大的受害者是他们自己和家人 他认为年轻人是社会的未来 亦都希望每个的持份者 在不同的岗位为年轻人多做一些 每日焦点新闻讲到这